欢迎订阅 朋友们好 电解之水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为什么说又回来了 外面还在下小雨 鸭子大病出狱 飞几分钟 头不头大 你要是强制加飞的话 有可能它体力不值 昨天还说准备直接上160公里了 我那兄弟说的啥你知道吗 去了别回不来 要等他们体力恢复 不是说病好了 然后就要去比赛 你要看鸭子 往往丢的鸭子 都是体力不值 压健康导致的 他回不来 刚才把这个抓起来了 还没给他开家呢 本来鸭子里面有两只小瓦灰的嘛 另外一只在这个斗劫中 斗劫失败了 还有这一只了 你看 这都是去年留种的小母鸭 人家这个体制真的是杠杠的 还有要夸奖的 红色大鼻子跑哪去了 他你来了 他被我看到着的 你看 多好 红色大鼻子 还有这个老番杰式 非常的棒啊 人家是在鸭舍里面 该吃吃该喝喝 有他们这些鸭子在鸭舍里面呢 真的 放不开的 为啥这样讲 他们要吃 生病的鸭子要饿 不好操作 如果 他们都不在鸭舍里面啊 直接把鸭舍门一关 好操作一点 其实不管怎么样也都熬过来了啊 不管好不好操作 就是多费点神呗 多操点心 只要健康就好 健康就好 你看 又回来了 落了一下 马上有一点小凳子 又飞了一圈 飞一圈感觉到不舒服累了啊 再落 现在不能强制加飞啊 有的鸭子都饿的 就像一个刀一样的 龙骨都突得很高 我都担心怕他们 给饿出毛病来 刚才放出去的时候还没下雨啊 这又开始下小雨了 早知道这样都不让他们出去 他们在外面喝那个雨水 叫他们过来吧 我们看今天喂的饲料啊 饲料开始喂大颗粒的了 喂的是幼哥粮里面加的花生 但这两天我都给他们喂的很饱 我又害怕他们 再出问题 我每天早晨起来摸 素肠里面还有食物 你说怕不怕吗 到底怎么样 有的朋友说得过一次 再也不会得了 等后期鸭子比赛回来 我们可以直接喂食喂睡吗 让他们回来吧 都回来了 真的 这次都是饿怕了 只要一听到要开饭 都回来 这里面我刚才摸的时候 有的素肠里面昨天吃的太多 还没有消化完呢 但分面绝对是没问题了 就这样吃 终于熬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啊 这次肚结中损失了三只鸽子 两只比赛的 一只没比赛的 小瓦灰 两只比赛的是雨点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给我了很多建议 真的非常的感谢 谢谢朋友们